香港一批激进示威者8月31日参与非法集结 广泛独测香港各大主要干道 并暴力破坏政府总部、立法会大楼和警察总部 8月31日晚11时和9月1日6时 香港特区政府和香港警察分别发表声明 对此予以严厉谴责 当日有大量人士在警方发出反对通知书的情况下 在港岛和九龙多区进行未经批准的集结和游行示威 广泛堵塞主要道路导致港岛区交通接近瘫痪 严重影响紧急服务及市民日常生活 立法会大楼闸口的保安亭为激进示威者由硬物破坏 玻璃被击碎 立法会主席梁军燕透过发言人表示 对于有示威者再次冲击立法会大楼感到极为痛心和失望 他对示威者罔顾在场人士安全 投掷易燃物品和砖头等予以严厉谴责 据观察 激进示威者当日投掷汽油弹的次数将以往频密 并四处纵火 暴力程度升级 在警察总部附近 有激进示威者从高架桥往警察防线投掷自制燃烧弹 场面十分危险 还有激进示威者在附近燃烧杂物 现场火势猛烈 浓烟冲天 并传出两声爆炸声 港岛县湾载站有防护屏幕被砸烂 激进示威者将铁栏投入列车轨道 导致列车一度暂停服务 随后 非法示威者前往铜锣湾一带 附近商圈的店铺也大多早早关门 非法示威者继续四处纵火 破坏公共设施 警方出动防暴警察和水炮车进行驱散 入夜后 非法示威者呈公共交通四处散开 所到之处也大肆破坏 在数处港铁站内 摄像头被损毁 收票机被打烂 站台服务处也被损坏 示威者在港匹太子站和车上乘客 发生争执后围殴老人 其中有女性乘客手机被抢 并疑似被非礼 香港特区发言人当晚表示 激进示威者的违法及暴力行为持续升级 罔顾市民大众的安全 特区政府予以严厉谴责 警方也必定严正追究 发言人呼吁广大市民一同向暴力说不 让社会尽快恢复秩序 更多精彩 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 优优独播剧场——有 York Times 我没关注的